好我們接下來看雞蛋 其實雞蛋是平民美食 很多家庭每天都會接觸到 但是蛋殼上的沾染細菌的細節 你會多加留意嗎 董事基金會日前公佈一項調查 發現有九成的人 都有買蛋的習慣 但恐怕這當中有很多 需要留意的烹飪的知識 攸關健康帶領關係 94%的人會購買雞蛋 那其中有48%的人 就是每天會吃一顆蛋以上 董事基金會發表一份雞蛋問卷調查 高達九成的民眾有購買雞蛋的習慣 但調查也發現 民眾買蛋回家後的第一件事情 就直接把蛋放進冰箱 這是NG動作 董事基金會建議 在放入冰箱前 可以先用乾布擦去粉塵 避免發生以下情形 蛋殼上是有氣孔的 那微生物會有機會入侵 尤其是以沙門氏菌為主 如果不幸就是染上沙門氏菌的話 可能會有一些腹痛 發燒噁心呕吐的症狀 嚴重的時候 甚至會引發致命的危機 母雞下蛋產道跟排泄的位置相同 因此蛋殼容易沾染上細菌 衛生細節不可少 尤其在料理前 記得先將冷藏的蛋 經過水洗後才能下鍋 雞蛋含有豐富的營養成分 半熟蛋是許多人的喜好 有部分人或是健身族群 會直接生吃雞蛋 也都要特別留意 更糟的是這些會吃半熟蛋跟生雞蛋的人來說的話 他們是有更高比例 就是55%的人是不清洗雞蛋的 高達五成多的比例並不算低 但無論你是用哪一種方式烹調 衛生細節都千萬不可馬虎 才能在吃美食的同時還能兼顧健康 人間衛視正米城 陳一軒台北採訪報導